消费税 消费税是课征在供应资上嘛 如果你只是提钱 你提100,200,1000 那个是没有消费税 消费税会征收是当你跨银行提款 像我是Marebank的ATM Card Holder 我去Public Bank行前 他们会charge我一个1块钱嘛 Transaction fee 所以只是那个1块钱 会被课征6%消费税 而不是你提款的那个数额 如果你是online transfer 的话 你从银行A 团器 Transfer 去银行B 那个有一毛钱嘛 那一毛钱也是会被课征收 6%消费税 就变成0.006分 会有消费税就是如果 那个银行向你征收任何 Administration fees 或者是processing fees 这些才会被课征消费税 就很像以前Ju 的时候 就是在那些信用款会跟你收一个年费50块 这个50块的年费呢 就会被课征6%消费税 可是如果你是 ok 你好像Let's say 大个比方说 你这个月刷了2000块 ok 过后我再去换这个银行2000块 所以这一笔是完全没有消费税 因为我只是还陷阱 我只是猜了 偿还我欠他的那个债务罢了 所以这个是没有消费 也是不会 它是卡债 因为卡债只是你还钱罢了吧 ok 所以这个是不会被课征消费税 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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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